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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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2020年2月11日 各位万迷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的万迷早晨節目 晚一點 再有關於集訓的消息 就會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但今天早上 有幾宗轉會消息的跟進 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就是 Daniel James 他剛剛暑假來了 但他也要有一個新的隊友 因為剛剛 1月 班奴菲蘭迪斯來了 也和我們一起操練 踢了一場球 他也有說 他對他的看法是怎樣 這是Metro的報道 Daniel James 他說一些關於 班奴菲蘭迪斯的 加盟之後的情況 Daniel James說 他覺得 班奴菲蘭迪斯 很快已經融入了球隊 他也開始在訓練 或者是狼隊那場比賽的時候 然後 告訴了給球員 告訴他的隊友 究竟 他是做了什麼 這位葡萄牙的中場球員 剛剛簽了五年半的合約 從李斯本過來 李斯本的史布婷 對不起 這位25歲的球員 剛剛在0比0對狼隊那場球 作了他的地標戰 也讓我們馬聯球迷 對他的踢法有更多認識 以及展示給大家看 究竟 班奴菲蘭迪斯 代表什麼 詹斯仔 原來接受MUTV訪問的時候 他說 他融入得挺快 挺好的 我知道 他有幾個同聲同氣的隊友 但是 他除了說葡萄牙語之外 其實他的英文也是非常好的 即是說 在溝通上 班奴菲蘭迪斯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OK 他繼續說 所以我覺得 他就 來到 很希望 告訴到 萬聯的球迷 究竟他是一個什麼球員 做到什麼 在上一場比賽 其實他已經在地標戰 做到一些 事情給大家看 OK 他就覺得 班奴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尤其是他拿著球的時候 他就很期待 他會給到一些漂亮的直線 給他 讓他可以走一些漂亮位的時候 這樣 他就說 現在需要多一點時間磨合 當大家磨合了之後 他就覺得 班奴是會給到很多漂亮球 給前線的球員 那麼他們也都可能 可以 在這個漂亮的走位之下 就接應到這樣 OK 那麼 接下來 現在就是那個 即是正在睡覺 因為這個 winter break 這樣 現在在第八位的萬聯 就將會 對著在第四位的車仔 即是這個 winter break 完了之後 OK 那麼當然 我們除了這個 英超之外 另外還在兩條線發展 就是這個 足種杯 和這個歐巴杯 那麼 占士仔 自己和自己 設定了一個 target 即是自己 立下了一個目標 希望 今季完結的時候 可以拿到最少 一項獎杯 下落袋 那麼 他就說 這個 代表很重要的事 他覺得 這位威爾斯的新星 那麼他就說 我來到這個球會 其實 就是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想贏獎杯 那麼 我們在這兩個杯賽 其實都有一個好的機會 OK 但是當然 我們也要關注英超 尤其是我們接下來 將會對車路士的 那麼 接著之後 就會一場 歐巴杯的比賽 那麼 我們就 預計 這兩場比賽 我們都會 就是踢得好的 這個是他自己 就是預計 還有他都很有信心 當我們做完這個集訓之後 呢 球隊就會有更好的表現 OK 好 那麼第二單的駐會消息 就是關於伊加路 或者欣蝦路 那麼 什麼事呢 那麼大家都知道 他就因為一個 剛剛由中國飛去英國 那麼他現在就沒有去西班牙 就因為怕 入不回英國境 因為呢 理論上呢 我們其實 講駐會 講駐會的時候 都講過的了 他這樣突然間 就是這段時間 由中國過去 可能就要隔離 那麼原來他真的要隔離 14天的 OK 但就類似自己隔離 就不是要去一個隔離營 OK 好 萬聯的 Daily Star的報道 萬聯的新球員 伊加路 就 confirm了 證實了 他是可以 去作客 歐巴作客級 Broadshare 應該是給你試 的時候呢 就可以 去作客 那麼看一下 Daily Star說了一些詳細的原因 他就說了 伊加路 現在呢 就沒有去到 集訓 但是呢 當我們 與邱巴貝 第一回合 對Kubbroadsh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 隨隊一起去 踢的了 這位 尼亞尼亞的角腳 他去不了 Mirabella 現在就因為 英國那邊 就告訴他 由於那個 冠狀病毒的問題 所以他就不能夠 如果他離開英國境 可能他就不能再回來 再隔離多一次 所以 為了 沒有這個風險 所以 就算他剛剛由 中超那邊轉會過來 他也 不會去集訓 雖然 大家都聽過我們說 真的是險簽來的 他自己也有提到 他現在就去了 但他已經在 留在曼徹斯特 球隊 就會集訓 集訓完 回到曼徹斯特 他就會歸隊 那麼 他那個 在隔離那邊 要兩個禮拜 就2月16日 就完成了 所以 理論上 曼聯 就是 在之後那個禮拜 就會去比利時 在Kubbroadsh 作客的時候 他就可以 隨隊 因為他也 已經把他的名 加上 歐霸的大軍名單 A list 這位 潛溫復特的 射手 預期 對車路士 6月17日 那場球 已經有機會參與 但暫時的看法 他都應該 做後備多 尤其是 大軍回來 他們才一起加入 我想 沒什麼可能 他出正選 如果 又是那句 如果2月17日 對車仔 現在進去正選 我想我的眼鏡 就掉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眼鏡 就掉了 而且整件事也不太合理 OK 好 這個禮拜 也說出重點 就是這個禮拜 我們大家一起去 集訓的時候 他去不了 蘇斯特查 也有一點微言 這方面 他說 伊加勒 會留在曼茲斯特 因為他要隔離14天 這個 冠狀命毒的事件 令到他有機會 回不回英國 如果離開了英國之後 所以 他就要留在這裏 跟他個人的教練 去接受一些個人的訓練 另外一件事 他的家人 都在曼茲斯特 都適應得不錯 所以 這件事 就是一件好事 他也 原本 有個時間 可以跟隊友 聊聊天 夾到多些 認識多些 但現在 我們就不會沒有這個風險 因為始終 他也是隔離了 就安全一點 因為萬一有病 就大件事 這個球員 就是伊加勒 做一些個別的訓練 他也找了 這個私人教練 Wayne Richardson 原來 他是英國的奧運 台拳道隊 的教練 他現在 跟他做一些私人的教練 伊加勒來到的時候 其實當初 就有其他傳聞 包括梅沙丹比利 或者卡韻尼 都有提過 結果 我們就找到伊加勒 來代替了受傷的福仔 暫時來說 老實說 我希望福仔 可以快些復出 但是 儘管看看 福仔始終年輕 我對他復出的時間 都是 樂觀的 等於我們 昨晚都說過 麥湯和杜安沙比 都希望 冬季休假之後 可以復出 幫到手 好 最後一宗新聞 就是一個 沒有來到的球員 Josh King 就是 最後的險簽 除了伊加勒 另外一位 就是Josh King 就是我們的青粉球員 亦都是跟蘇斯加勒比較熟 因為他們都是 挪威的鄉里 他自從 這宗轉會 在這宗會窩可之後 他們就代表 波利茅夫 後備上陣 很可惜 波利茅夫 輸了那場球 在賽後訪問的時候 他都被記者問到這件事 訪問他的媒體 就是一個 挪威的電視台 TV2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這位28歲的前鋒 他就說 究竟我有幾近 可以加盟到萬聯呢 我就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我亦都要很小心我講的 那我就有一些信念 其實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始終對於我來講 有少少敏感 尤其是我16歲 就自己一個去到英格蘭 希望可以完成我的夢想 代表萬聯一隊踢球 其實是我夢想的一部分 OK 當時來說 我是接受了清分訓練 但是發展得不太理想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要離開了 但是 當你聽到 有一些 就是萬聯 對你有興趣的時候 有一個轉會的請求 來到的時候 你的感覺就好像 回到16歲的時候 很渴望 希望可以完成夢想的心態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沒有發生呢 我也沒有一個答案 我現在就是一個玻璃茅夫的球員 其實我也享受在玻璃茅夫踢球的 如果 但是如果 我的夢想 代表萬聯一隊踢球 是能夠發生的話 我就真的會很開心 在這件事 我就不會說謊 OK 所以 其實 George King 其實都很想回來萬聯 踢球 但是當時來說 我就覺得 她的大腿筋受傷 應該大腿筋受傷 是好回來的 因為她剛剛都後面入替 可以代表玻璃茅夫踢球 但是 現在暫時來說 我們的估計就是 她應該稱先過伊加勞 但是問題就是 玻璃茅夫要求的 轉會費可能比較高 我們又不願意付 所以 最尾 就是伊加勞就來了 Josher King 很可惜 就會身亡 OK 今集的節目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下午如果更多集份資料 會再做多集 OK 拜拜